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与黄埔区政府 星期三公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 认定这期导致36人死亡 49人受伤的悲剧 为重大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建议惩处包括中共黄埔区党委书记 区长等共11名党政官员 当晚上海市黄埔区政府还通报宣布 计划向每位遇难者的家属 致付8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 其中50万元为政府救助抚恤金 30万元为社会帮扶金 伤残人员的救助抚恤金额 将依据伤残坚定情况另行确定 法新社的报道说 上海当局的赔偿计划 引发众多遇难者亲属不满 有遇难者家属表示 赔偿金额与上海实际生活费用相比过低 也有家属要求向政府高官问责 本台记者在星期四晚间 就此多次致电上海市黄埔区政府 但是电话无人解听 在南京的中国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赞宁表示 他支持踩踏遇难者家属的诉求 民众的生命不能仅以 从国库支付现金作为赔偿 上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并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 处理基层的一些官员 那么跟高层的责任 竟然没有任何阻碍 这是不公平的 像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以后 上海市的市长足迹 他应当主动暂时了解 张赞宁教授还指出 上海市政府处理这起 重大公共安全责任事件的过程 凸显中国缺乏 对行政官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以及社会舆论和受害人家属 都被排除在事件调查之外等弊端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等媒体 当天也发文批评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调查报告 质疑上海市政府 在事发21天后才公布调查结果 是否太迟 处黄埔区政府负责领导外 上海更高级别官员 没有被列入责任人名单 称处是否到位 依据何在 媒体还质疑上海当局 公布的事件调查报告 将踩踏定性为事件 而非事故 有刻意逃避高层官员 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之嫌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浙江温州2011年发生 导致40人丧生的高铁撞车事故 当局确定 事故源于铁路设计缺陷和管理不善等原因 当时每位遇难者的家属 获得了约人民币 91万5000元的赔偿 中国的官方媒体称 这一数额是依据浙江省 20年来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定 但在此次上海黄埔区政府 公布的赔偿方案中 并没有说明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 只提到赔偿方案是以现行法律作为依据 中国民间组织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 黄奇认为 要改变目前的中国官本位观念 以及无视民众诉求等现状 还有来与更多社会公众的推动和参与 官方发尔这个事件的发生 较至于历史上的一系列做法 遮掩是非 把官方的责任全部引去 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 较至于这种情况 应当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 也应当为此站出来 勇敢地承担责任 不能够仅仅由官方人士或者高职人士 来下定论 同时应该让民间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推进中国大陆的官场市政的 透明化和法制化 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 也在星期四发表社论 批评上海市政府 仅将踩踏事故责任 归咎于基层官员 而市级官员无以人受到处罚 文章指出 目前有足够的理由 要求上海市长本人 出面就政府行政责任 公开向社会道歉 大学特别优优独放写独跳